Lori, 正所謂三千煩導師 但其實怎知道這麼少 一個成年人平均有十五條剃髮 不過隨著新陳代謝 我們每天會脫大約一百條左右 如果比這個數量多 就可能要為脫髮而煩導 師先生, 你好 你好 想問你會不會有脫髮的問題 其實很明顯有, 對 你覺得是什麼原因導致? 應該是家屬遺傳, 因為我爸爸也是這樣 洗完頭也會脫很多頭髮 我是梳頭髮, 會脫很多頭髮 那你知不知道原因是甚麼? 不知道原因… 會不會關於洗頭水的事? 你覺得呢? 洗頭水問題? 那你覺得有甚麼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換過洗頭水 你呢? 會不會是頭髮少了鈣? 是中了蕉之後就會脫頭髮 當時你怎麼解決脫髮頭髮問題? 塗過洗頭髮水 也有效嗎? 不知道有沒有效, 沒塗過現在不脫 看來要解決脫髮白髮問題 也不容易 沒錯, 不過可以嘗試 透過日常生活習慣和飲食改善 吃也可以改善?真棒 脫髮頭髮和白髮的成因挺複雜 有時候可能因為工作壓力大 讀書辛苦 甚至可能更年期也有關係 對了, 關醫師 請問中醫角度來說 脫髮其實還有甚麼原因? 其實男女的脫髮都有不同的成因 而男女的脫髮由於紅激素攻擊自己 令男女變成地中海 女女的脫髮只會變薄和變軟 鈣姐, 你剛剛所說的壓力 都是導致脫髮的其中一個原因 而且還廣泛存在 壓力可以導致我們失眠, 內分泌失調 而內分泌失調 一般就表現為月經的問題 以及甲狀腺功能問題 而至於甲狀腺功能的高和低 都會影響著我們頭髮的質量 而另外一些朋友 也因為偏食的原因 令到營養不良, 影響法質 中醫裡面還有一個說法 就是先天不足 那是跟我們現代醫學說的 遺傳因素有關係 而最後一個就是 我們男女也沒辦法避免的 就是更年期 綜合上述這麼多種原因 其實我們會導致身體出現一種狀態 就是肝腎不足和氣血虧虛 這兩種都是令到我們脫髮和脫髮 白頭髮的成因 中醫裡面所說的腎藏症, 奇華再發 其實就是說腎氣的腎衰問題 可以反映在我們頭髮的濃密程度 而中醫另一句說的 發為血之餘 我們可以看看我們的頭髮 如果看到它又厚又漂亮 就代表我們氣血充盈的狀態 這兩句古文反映了兩個重點 第一, 我們要懂得好好保護我們的神經 而第二, 就是懂得養乾血 才可以令到頭髮生生不息 即是說不同的問題 都有針對性的解決辦法 我還沒有脫髮問題, 也沒有白髮 但很難說, 對吧 我會怕一天會有脫髮問題 我想知道有什麼草本的食物 可以針對白髮或脫髮問題 針對頭髮變薄、變白和脫髮 在中醫的處方裡 一般會加入滋補乾腎的中草藥材 例如河手烏、側柏葉、麥罕蓮 鋁精子、吐司子和狗幾子等等 其實我有一個想說 就是關於中醫五行學說裡 那五種顏色進入相應的狀斧 一般認為黑色是入腎的 是 但其實我們有很多藥材 不是黑色, 但也可以入腎的 是 譬如淮山, 它一個傾向都是入腎的 所以我們在挑選藥材的時候 應該針對它選藥性多於選顏色 我知道了, 既然這麼多補乾腎的中藥 我應該用烏雞做一個烏法雲吞雞 很棒 好… 因為烏雞除了補血之外, 還不燥 而且還沒那麼多油, 更健康 你又知道 是不是很厲害? 厲害 很厲害 丁姐, 你今天的材料全是黑色的 你的雲吞雞是否普通都是黑色的? 沒錯, 是黑色的 對, 不過很好喝 有河手烏, 也是補乾腎的 是 黑棗, 補血 然後有鋁精子和麥罕蓮 這兩種中藥都是補乾腎陰墟的 然後有開胃健皮, 就是龍眼肉 是 甜甜的 黑棗的黑豆 原來除了補血之外 它還可以尾白, 我看到黑色的 可以尾白抗衰老 我真的不知道 這個 對, 多吃一點 多吃一點 黑色就不會讓人沒有東西 對, 補血 然後這個是補血, 這個是熟地 這個是撿客業, 也是補神的 明白 明白 我們把所有東西都放進藥袋裡 好 先用冷水煮了藥湯 好, 袋子就會… 好 放進去 放進去 然後我們做一個上海雲吞 配這個雞湯 好 好 攪拌回來 我發覺都是一塊塊黏著的 這個時候我們先加一點水 先開開 好 在這個雲吞裡, 如果我們加點水 它吸收了, 會有湯汁出來 很香 沒錯 好, 我們先調味 豉油、糖、胡椒粉 生粉 這個秘訣 我很熟悉的 不是秘訣, 口訣 口訣, 接著加一點胡椒粉 糖 加一點糖 然後我會加一個蒜油 把三顆蒜頭連上的衣 放進去一起炸 炸得差不多黃色了 適合, 適合它 它的油還在滾 慢慢炸, 這樣就會很香 我自己做的嗎? 很厲害, 很香 再拌麵、煮菜、炒菜 什麼都可以 留給我 留給你, 拿回家給媽媽 對嗎? 拌麵 加一點芝麻油 芝麻油會比較香, 是不是? 好, 所有東西一起拌勻 好, 完成 接著我們就加配料 多點蝦會比較好吃 要不要打開它嗎? 不用, 放木耳, 全部放進去 木耳很有益 咬下去 我家裡嗎? 一星期要吃一次 起碼通血管很好 紅蘿蔔可以稍微炸碎 如果有, 不然也可以 好, 好, 白菜 好 好了, 醃製後, 把配料都放進去 最後一層再加一點熟油 最後的 它會令湯汁, 有湯出的 咬下去會有… 有湯汁, 對 真棒 這個稍微多一點 我加兩湯匙, 這個是茶匙 好, 好, 再混合 是不是好像… 沒那麼固埋, 放鬆一點 好 Ling姐, 煮沸了 好, 厲害 好, 先加雞 好 小心, 它會彈出, 真棒 瘦肉一起加 好 好, 蓋上蓋了 好 我們煮兩個小時 好 好 好, 先煮湯, 先做雲吞 好, 雲吞弄好了 最後在包之前, 加一點鹽調味 為什麼最後才加呢 因為如果能放進去, 菜會出水 所以令它不出水, 馬上包 來了… 餃子皮 對, 餃子皮要蓋住 如果這樣曝光, 曝光空氣中 它會乾 乾 對 包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上海雲吞 不是包餃子, 不需要加很多餡 好 長長地放著 好 然後加一點水 濕到邊邊, 容易黏著 對摺 對摺 對了, 雲吞是最簡單的方法 捏緊它 好, 把它翻過來 開口對著自己, 好 然後兩邊一切 捏緊它, 最重要不要鬆 就可以了, 再這樣 好 好, 水滾了, 我們就煮了 你先幫我開蓋 滾了, 我們一直用膝蓋 這樣動它 即是因為它粒底 對, 讓它的水在旋轉 對, 好 好, 然後這樣下去 這樣 好 好, 關上蓋 關上蓋 對, 現在等它滾了 即是再煮滾的時候 我們就加一杯冷水 目的是什麼呢 因為餃子, 你知道 如果很滾滾的話, 它會爆發 是 它會變爛 所以我們馬上將它降溫 讓它的熱水在裡面 煮熟裡面的心 讓它就不會太容易爆開 好 我經常都爆了皮 我不知道我的餡多還是什麼 但我下次試試這個方法 對 煮水餃也好, 雲吞也好 也要點一次水 我們叫點水 點水 Ling姐, 滾起了, 是否點水 點水 沒錯 對, 滾起了, Ling姐 好, 點水 接著我們再攪拌一下 讓它不要黏底 攪拌一下 對, 好, 關上蓋 好, 再滾起 可以開蓋了, 又滾起了 好 看見到嗎? 真的 好, 像波仔一樣, 像波仔一樣 像波仔一樣, 像波仔一樣 剛才那個點水就有這個效果 不, 是它熟了, 這個效果 我這個也熟了 好, 現在熟了, 我們先撈起它 接著加上雞湯就可以吃了 太好了 好, 再加一個黑色的菇雞湯 很漂亮 試試看 喝湯還是吃雞湯 我喜歡喝湯 先拿一下嘴巴 好, 我跟著你, 我先喝湯 對 湯很甜 雖然說是藥腺湯 對 但是是甜甜的 然後很容易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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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的湯不是太多人害怕的 要吃嗎? 這個雲吞家的湯, 簡直完美 完全不覺得在吃藥仙 對 這個很誇張 我覺得是日常午餐 所以晚上不想吃那些澱粉這麼多 我覺得吃這個雲吞, 晚上也可以 可以的 雞湯, 有些廚師教我 煲湯的時候不要去皮 很多人說你怕油去皮 其實不要緊, 你煲完才去皮 會比較香 所以湯很香, 好像 原來就是這樣 所以不同的 你這次吃完這個雲吞 對黑色的食物有沒有改觀? 我完全改觀, 現在完全不害怕 黑色的食物原來不苦 對 而且有點甜, 不得了 對 而且我感覺到… 黑色的桃花要生出來了 又生出來了? 要生出來了 要吃一件白色的 就算了 對 對 是 我來說 是